Hello,大家好,我是猪猪命理社的纽洋洋姐姐 很高兴在新的一年里和大家又见面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从紫微斗数流月色化 落入十二基本盘面的角度来分析天象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运势影响 紫微斗数的流月排盘方法在业界一直存有争议 紫微斗数的流年流月是随着月亮力,也就是浓力变换的 但是呢,丝化引洞却是由十天干法起的,所以是随着节气走的 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2023年杨丽的二月份 也就是甘之纪念法的假饮乐 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以下关键词 由假天干引发的四化引洞的起始时间是 历春当天开始到经浙的前一天结束 也就是杨丽的二月四号到三月五号 然后由假天干引起的流月四化引洞分别是 连针画路、破军画拳、无曲画科和太阳画记 每个人的流月盘面排布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流年整体命盘布局是固定的 2023年所有人的流年命工都在卯工 父母工都在成工 以此类推 而四化引洞的原则是照在上一级为大 所以流月四化引洞对于所落入的相应流年工位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我们举个例子 左边图中 流月的夫妻宫是无曲画科加七杀在卯工 同时无曲画科也照在了流年的命工工位 本着四化引洞照在上一级为大的原则 在这里也就是流年的命牵线 所以此时无曲画科对于命工的性格工位 命牵线的影响大于感情和事业工位 官夫线 那今天我们就结合流年的命盘布局 来看一看紫微斗书二月 流月四化引洞对十二基本盘面 分别带来什么样的运势影响吧 首先第一个是原盘紫微星 在子宫或者是武宫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四化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腹极线 胸有线和命牵线上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月你们的性格可能会容易变得比较强势 容易自我纠结 或者是对自己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 特别是太阳在有功的 外出的运势可能会不太顺利 但是注定奔波变动的几率会比较大 贵人运是不错的 容易得到上级和领导的赏识 然后考生的考运也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公务员或者是体制内 一些比较权威型的证书 职生类的考试 健康方面在没有其他主星化剂 加上杀星比较少 低于两个的情况下 整体状况是不错的 即使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治愈 但是要多注意体内严正方面的控制 下一个是圆盘紫微星和破军星同做丑弓 或者是卫弓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四化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财富线 官肤线 命迁线和腹级线上 连针这颗桃花星化露入财博宫 多多少少是带一点偏财的性质的 容易有意外之财的金像 然后特别适合赚人际关系财 同时也容易在交际应酬方面花钱 对于感情和事业方面的掌控欲会变强 但是要注意沟通方式 避免给人带来过于强势的感觉 外出运是相对顺利 但是出行安全方面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生活中需要多注意避免文书方面的纠纷 考生们的考运欠佳 所以说在这个月要付出比平时更多的努力 健康方面脾气容易着急暴躁 要多注意眼睛心脏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 同时也要注意避免烧伤和烫伤 下一个是圆盘紫微星和天府星 同坐银宫或者是深宫的盘面 这个月流月四花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紫田县 富济县和财富县上 随着中西方新年节制的结束 神兽们也都陆续重返学校了 经历了一个假期的放任自由 家长和孩子们也将进入新的一轮的斗智斗勇 甚至可能需要通过制定一些新的规矩来协助管教 这个时候家长有时候可能会表现的过于严厉了 有些人也可能会有突发的买卖 或者是翻新房产的想法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多加注意 避免合同或者是房产纠纷的问题 本身流年破均就有在滑路嘛 所以运势引动的基础是好的 最终的结果也是会相对比较满意的 在财运方面 财运积累的过程可能会比较坎坷 然后赚钱的道路比较辛劳 偏财运更是有可能大起大落 所以这个月如果有风险性 交大的投资的话一定要谨慎行事 对于需要考试的学生党来说考运不错 只要有努力备债就一定能考出相应的优异成绩 健康方面可以多关注呼吸系统 牙齿骨骼 肝以及生殖系统方面的健康问题 毕竟无趣有在化科嘛 所以即使出现了问题 积极的治疗保养 也是容易遇到良医快速治愈的 所以一定不要汇集记忆 下一个是圆盘紫卫星和贪狼星同做卯工或者是有工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私化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官夫线 财富线和紫田线上 整体事业运势是比较顺利的 工作中人际关系相处比较融洽 然后工作也比较高效认真 特别是从事电子业 互联网 精密仪器 企业风控核算方面的行业 两性关系相处是和谐的 个人人格魅力也是比较强的 这个月 容易被精神上有共鸣的人所吸引 桃花孕也是不错的 财运方面 对赚钱和花钱的欲望和掌控欲是会变强的 容易想做出一些比较突破常规的冲动改变 虽然偏财运整体相对是好的 但是如果风险控制的不得当的话 也是会有大起大落破财的隐患在的 所以适合以一种持续稳定的方式 或者是靠专业技能和名声口碑来换取财富的方式尽财 接下来是圆盘紫微星和天象星 同坐成功和虚功的盘面 这个月 流月四话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胸有线 腹脊线 紫田线和官夫线上 工作方面可能会因为工作变动多 出差多 然后工作比较辛苦 容易对容易产生挑剔不满的情绪 感情方面呢 容易出现由于沟通不良造成的心生嫌隙和猜忌 特别是太阳滑稽在丑宫的朋友们 需要注意一下 内心比较容易敏感脆弱 有不满情绪呢 但又不愿意直接表达 长期的精神内耗对双方感情一定是不利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沟通与表达 虽然今年整体上容易对母亲 朋友或者是兄弟姐妹 产生挑剔不满的情绪 但是这个月相对相处融洽 可以通过多沟通和体谅包容来化解隔阂 与父母 特别是父亲相处融洽 但父母可能会出现态度火爆 比较强势的情况 然后考运方面呢 考官或者是整体的这个管控会比较严 比较有利于准备的比较充分的考生们 健康方面要多多关注 膀胱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方面的健康 同时也需要注意避免磕碰或者是运动受伤 最后一个是圆盘紫微星和七杀星同坐四公和骇公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四化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命迁线 官肤线和胸有线上 这些引动会使命主在这个月做事非常有魄力 工作管理方面细致的恰如其分 在外出的运势中也是会比较顺利的 然后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容易顺利的解决 在感情方面 有伴侣的朋友与另一半相处和谐稳定 但是也要多注意交流沟通 不要因为感情稳定了就忽视了对方 单身的你们呢 可以利用流年命迁线的极化引动 主动扩大自己的交友圈 然后从而提升脱单的几率 人际方面 虚伪现成的太阳化际 加上流年的巨门化权 有时可能会由于过度的在乎和执着 容易跟父母 特别是母亲 兄弟姐妹们 或者是朋友发生争执 挑剔对方 或者态度过于强硬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是求好心切 但是过于强硬的态度 并不容易被对方所接受 所以说也许换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 会更好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紫微斗树杨历 二月份流月的丝化引动 对于十二基本盘面 运势影响的分析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然了 准确的运势分析 一定是要结合本人的圆盘 大运流年 以及公卫 新药属性 公干飞星 等等因素 综合评判 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找我们来预约咨询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